看看新闻网 是 就什么时候吃到他们洗糖的问题了 来看看 最近有媒体拍到 跟着黄晓明回老家的安德拉baby 与黄妈一起现身青岛某商场 准儿媳身穿皮草大衣 乖巧地陪未来婆婆逛街 身边随行的还有黄家的两位女性亲友 几个人边聊边逛十分亲密 话说这次去青岛 baby也是住在了黄晓明的家中 一家团圆 估计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 也是逼婚没商量 这真是在结婚的道路上 一路狂奔的节奏啊 不过在家还没来得及 多待几天 黄晓明和安德拉baby又马上回了北京 不过这次他俩连黄爸黄妈 也一起带回了北京 昨天上午十点 黄晓明黄爸黄妈baby四人 齐齐亮相北京机场 教主还是一身黑 baby还是一身粉 和前几天离京时的行动一样 想不被记者认出来都难 晓明退车先行走出闸口 baby和黄爸有说有笑的紧随其后 四人在阶级的保姆车 会和号大大方方的上车离开 如此高调的秀恩爱 还带着老爸老妈 这对黄晓明还是第一次 看来baby这位甜美的准儿媳 是深得公公婆婆的喜爱啊 有了新年地 baby赶快做黄太把编辑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